看看新闻网 接下来在记者的起哄之下 谢霆锋和范冰冰并肩而坐接受采访 本来一往一后一起接受访问 这也没有什么 不过可能连记者都没有想到 当天他们的配合度实在是高得令人咄舌 而在接下来的采访环节中 谢霆锋替范冰冰当问题不说 有关于前妻张伯芝的话题 范冰冰在与不在 那回答也是截然相反的 明明之前就有被问到张伯芝的问题 而且同一公司的阿萨也有参加 谢霆锋逃避问题的用意 还真是有点明显 最关键是 这时候范冰冰也跟着谢霆锋装疯卖傻起来 也表示没有看过这节目 而在这之前 两人可是用眼神交流了很久的 一来一回你来我往 看到范冰冰和谢霆锋的互动 4月12日网络上也顺势出现了类似 谢霆锋霸气解围 合作指日可待的标题 不过醉翁之意貌似并不再久 近男靓女同事单身 在离婚之后 谢霆锋的感情一直处于空白期 而范冰冰虽然曾爆出 有神秘男友 但是也只是停留在神秘二字 没啥突破性的进展 为此万能的网友 又插上了想象的翅膀 这两人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而4月12日 范冰冰马不停蹄前来上海代言期间 更是无意中提到渴望婚姻的想法 也难怪网友顺势联想到了一起 说起来谢霆锋和范冰冰之前 总共合作过三部电影 一部电视剧 而范冰冰连谢霆锋的助手也相当熟悉 那他们俩之间就更别提有多熟了 而在他们最早合作的电视剧 《小玉儿与花无缺》中 谢霆锋与范冰冰的搭配 在当时也被视为新一代银瓶情侣 我确 我们真的可以一辈子在一起 永远不分开吗 大师傅答应我们成亲 就是一诺千金 没有人能再分开我们 没有 他是一个 我觉得很有诚意的一个演员 其实也不用多说 除了多多 大师心目中知道也好 同年谢霆锋和范冰冰再度合作 《晴天大圣》一片中再度产生感情纠葛 关于两人的绯闻也一度满天飞 有消息指出 私底下谢霆锋和范冰冰已经用兄妹相称 而在记者会现场 两人的表现也让外界猜测颇多 我演了这个戏以后我才知道说其实真正的爱一个人可能真的不是需要 真的不是要永远的要得到他 戏剧性的事就在范冰冰说完这段话之后 2006年谢霆锋向张博之求婚成功 两人之间的绯闻也就戛然而止 直到三年后 谢霆锋三度搭档范冰冰出演《新少林寺》 放开他 放开他 我知道他太疼我 因为有几下要打的戏 他都不舍得打我 我会跟他讲 我说霆锋你可以真的打到一两下 可能就不会看起来非常的 这样看起来 在两人的关系中范冰冰始终是比较主动的一方 对于谢霆锋的欣赏也相当明显 不过这也像极了他的处事风格 我要下面我要跟谢霆锋演戏 不要跟徐峥了 因为他的那个分成都没有分给我 我们拍了多久 从小鱼儿 有八年了 好多年了 我们两个人其实合作了很多部戏 其实之前也有一部戏是要我们两个人合作的 但是没有缘分 等吧 要等啊 等他的时间 其实在谢霆锋与张博之离婚之后 他的感情生活一直都相当平静 仅仅只有杨幂的一次公开告白 不过有刘凯威又会有什么结果呢 我是把他当成偶像的那种 因为小的时候就很喜欢听他的歌 还有看他的电影 而他的前妻张博之也被爆料 将有神秘男子参加他即将举办的生日派对 外界也纷纷猜测 这个神秘男子是不是就是博之的新男友 他也没有告诉你 是谁 我我我真的不知道 如果张博之真的能够重新开始一段爱情 那么谢霆锋的春天是不是也要来了呢 喜悦在线综合报道